这不跟刚才 张先生和赵女士差不多吗 意思是一样 但是是反过来了吗 指责的方向反了吗 说说吧 怎么了 主要今天呢 来栏目主也是 希望我爱人 就是能回到我身边 一起生活 一起工作 其实呢 改叹大家这些臭毛病 比如他这人太强势 直性子 说话老是不给人留余地 现在不在一起吗 不在一起 就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嘛 歌手嘛 经常在外地 说实话 我有点不愿意回去 因为我现在想 创造更好的条件 为什么呢 我俩是2018年认识 我老公创业两次失败 他2018年是做健康行业 他这个人就特别地善良 顾客假如说是 给他买一切快捷的产品 他要不是给人家送礼 要不就是送人家回家 或者请客 所以他就挣不了钱 第二次创业 我也那个傻 为了支持他的工作 我将近四万多块钱的金子 我都卖了 人家都赚到钱了 就他失败 这种生活真的 我挺有压力的 最后我就一气之下 我去了广州 然后他这包括在生活上 也特别窝囊 就是那种 有一次你知道吗 我们一块去青海旅游 坐着那种大班车 观光车 他好哥们儿 在后面就弄我 开始弄我头发 我没搭理他 最后还弄我后背 我就当时就生气了 我说你想干啥 你就想多了 他就这个人太敏感 说白了 你想我朋友 咱们出去旅游 本来观光车人多嘛 互相挤了一下 不小心动了一下 你就想成这么多 他动我两次 第一次我瞅了 他还没感觉到 知道我好像发怒了 还来第二次 你说我能不吼吗 他当时确实怒了 他说不要脸 你要干嘛 就跟我朋友 直接来这句 这都是好朋友 在朋友面前 就这么直接 然后弄得就 我跟我朋友 就因为他不联系了 挺好的 不联系好 但是朋友没来 我问一句 你觉得别人动你 妻子的头发 这没事 不算占便宜 这个动就是 不算欺负你媳妇 朋友就是 他不是说有意无意 出去玩 那么大家开心 那你觉得一个男人 去碰一个女人头发 是为什么呢 本来出去玩了 没想那么多 不是我问你 你在台上说的这么认真 你觉得一点事都没有 我都怀疑你内心当中 是善还是恶了 因为你其实说你很善 这个老师说的非常正确 他就善的已经过头了 你知道有点傻了 他就太敏感 有时候对这些事 行 我们再往下听吧 平时你说我也好心啊 我接个朋友同事说回家送路嘛 可能就是因为时间晚点 他就生气了 当时冲着朋友的面就直说 今天这个路程挺远的 你给出个邮费碗 50块钱 你觉得那50块钱 我不该要吗 你知道吗 那次是咋回事 那次走的盘山路 而且将你走了50多公里 直接还把人家送到家里面 你只为了走这条路 差点摘沟里头 你说城堡有多大 不是 你这是顺路还是绕路 绕路 他说他回家 他走的山路 特别欺取 差点摘沟里头 所以我就特别生气 因为他这种免费服务的太多太多了 我就直接提了 给我50块钱 因为像这种情况你太多了 在竹寮店 你说你那个朋友对吧 说是高开业没有人去 咱们说去为给人家捧场了 我不是到歌手 开业的时候 我给他免费唱两天 而且他那时候给人家策划 如何拓客 10块钱饮流 饮流完了以后 这不是过了一段时间 我们正好路过他这个竹寮店 我说那就进去看一看 也进去 正好人家中午不是 请了挺多人吃饭 人家还只是说 小李你吃饭 没吃饭 过来一起吃饭 当时你知道我本来跟他相够的 他很尴尬直接出去了 后来我就吃了一个牛糕 我当时吃不下去了 我给他直接少了50块钱 我为啥这样做 就是因为我就告诉他 我说你要知道好意 人家不是请您吃饭了 为什么还还有冲突啊 请我吃饭 就是因为没有叫他 不是人家叫你 不是就叫你们两口子吗 就是啊 但是我这种给他那个举动 我只是肯定吃 但是我让他明白一个道理 我当时少了50块钱 我说我不是吃不起这种饭 然后这朋友也不来往了是吧 那竹疗店 我们之前有业务来往 但是因为他的出现 你想觉得他欺负我 咱不进不吃也行 走又就完事了 但是他偏偏还进去了 进去你吃就吃呗 还吃完甩了50块钱 给人家甩脸子 这多不面子 闹得我最后 这业务也没了 顾客也没了 就因为他这举动 你知道吗 其实人家你这朋友 就是看不起你 不是我觉得这个事儿 可能思维方式不一样 比如说我跟米娜老师 我们两个人 在街上碰到了 去周小鹏老师 那个店里面去 小鹏老师说 米娜姐你进来吃饭 米娜老师进去了 这个时候他没说 川哥你也进来吃 我觉得我站在外面 觉得被羞辱了 我觉得勉强算 但是如果 这是我老婆 我们两口子 一起经过了 小鹏姐的店 小鹏姐说 米娜来来吃饭 那不就意味着 叫我们两口子一起去吗 他是太感觉护我 他不是护你 他也看不上你 话而言就是咱们 连续听的这些事件 如果堆积在一起 反正在我心里面 基本上就是 一个妻子觉得 他的丈夫走到哪儿 都被人欺负 其实核心就是说 你这个男人很窝囊 对我就想保护他那种感觉 不是他这个性格 放在你们家族里怎么样 在我家族 你看父母 平时有时候 关心一下他 他就称父母这个唠叨 你说你那个家 我能回吗 他妈不是有那个地狱症 你知道天天唠叨 到半夜两三点 打打打打打 根本吵得你睡不着觉 而且天天负能量 这家长那家短 把你消耗的呀 我很有战斗力 就让他妈闹得我 真的快神经了 我都 他战斗力非常强 帮父母做点家务活 就因为贴个壁纸 我姐姐就说 对得起点 对得花好点 就因为这点事 跟我姐争吵了 争吵了 她当时就能 离家出走 这是为啥 你能解释一下吗 你姐说我一次 可以 她叨叨叨 说了我三四次 当时我确实生气了 我扭头就了 那天而且下着雨 我将近等了 三个多小时 他们家人 包括她姐 没有一个人出来拉我 她不敢拉你呀 战斗力爆表 对 说明你这个人际关系 有问题啊 没一个人出来拉呀 从那一次 我把她解微信 手机全部拉开 初二的时候今年 然后人家 他们家所有亲朋好友都来了 吃个团圆饭 她说吃个养生火锅 先喝汤 然后再下水果 然后才煮这个组织 但是我们北方这边呢 就喜欢蘸酱 放肉 她就强求 大家今天就按她这个养生火锅吃 人家不吃 她就不开心了 就分开两个桌 她就跟那外甥的小孩 那边吃了 这边晾了 我们就又吃了 那弄到这边的 她家人就很尴尬 所以你要求大家都吃这个 他们不吃 你就生气了是吧 对呀 本来我好心好意 让他们想让他们健康 你看 这甩脸着 我是内心怎么想了 看是不是我的原因 你老公这是买不起肉 这女婿是咋的 没钱 给大家整这一处置 又大过年的 整的大家还不高兴 我问一下那个女士 就人家说 我不爱吃涮水果 我就要吃涮肉 这有错吗 其实这种东西 谁也没有对于错 那你为什么要甩脸子 那大过年的 但是我热乎乎地 给他们弄了 那是你没人强迫你做 没人要求你做 那我要吃肉 关你什么事 你为什么要甩脸 其实女生也是好心 只是当时你的情绪 你应该稍稍控制一下 你看女士 我刚才说的这段话 你第一次 有没有发现全场 你没有怼人 没有大声说话 为什么呢 因为你在我的 跟你的沟通过程中 你开始想 我是不是也替别人想一下 你只要替别人想那么一点点 你就不会那么生气 对不对 这等于把亲戚全得罪了 就因为她这种性格 我事业中 可能顾客朋友 就是这么 可能不联系少了 就因为她出去 她老说我窝脑挣不上钱 可能你说一事无成 或者正成功 她来这么啥 正好事 办成了 她出现又变成坏事 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好不好奇 她的那些亲戚朋友 对你的看法 我不在乎 所以我问你一个问题 就我特别好奇 你们的亲戚朋友 是怎么看你的 这个不冒犯你吧 我那些很强大的 行 那我们就看一看吧 因为我们专门采访了那些 亲戚朋友对她的评价 反正聚会啥的 她老婆在 我们都不敢开玩笑 不知道哪句话就 人家就不爱听了 她那个媳妇特别厉害 我可是怕了她了 就是以前呢 我们两家关机处的 还真挺好 不过真要是一件什么事情 找她家帮忙 人家就是一个唱红脸 一个唱白脸 最后也不愿意帮忙 后来就渐渐地 也不咋相处了 我弟妹这个人吧 是个女强人类型的吧 挺能干的 就是性格太急了 脾气不好 到哪儿都容易得罪人 她俩人后就行 我们大人是 需要改进保护数目的 咋说呢 反正这个媳妇子挺厉害 我们的职业 听说时间 我们直接找她了 要是我们说是 有那多的 不满意不对的地方 越来越可以踢出来 让大家都好玩耍 早聊得来 所以咱们也别着急了 你是什么感受啊 也许我从来没有 不知道自己的缺点吧 但是通过听完这个 也许我知道自己的不足 所以今天先生来的目的是 让她回家是吧 对 妻子想回吗 不想回 不是 主要是生孩子 现在也成本挺高的 而且她因为两次创业失败 现在她有负债 所以呢 我就是想提高一下 这个家庭条件水平 其实时间是最不等人的 年龄又这么大了 钱挣多少是个多呀 之前你是说因为这个房 我们给你买房结婚 我这次跟父母也商量 回来知道人家也支持 首付买个房 男生你现在有积蓄吗 有 他没说实话 没说实话 他没积蓄 他现在是负债 负债多少 七八万 好 要如果贷款买房的话 每个月还贷 你就又欠了钱了 对吧 这个压力我已经考虑了 准备贷个最多 也就是25 30 目前我俩的财务管理的挺好 管理好是我管理的好 因为我就不舍得花钱 我自己特别能赚钱 你的钱我给你管理过吗 我都是给他补窟窿 给他还信用款了 他给我所有钱 我一分都没动 有一个问题 我一直特别好奇 妻子说的是 一八年认识并结婚 五年前两位 都是三十岁 这个其实在内蒙古这样的地方 我们也了解啊 就是三十岁就真的属于晚婚了 对吧 对 晚了 都是事业型的 说白点的 不对啊 你告诉我 道理核心的问题是为什么 是因为工作吗 你老父亲刚才那段话 老师问的真好 这句话你说 因为他以前找过两对象 都是人家跟他要财力钱 啥 他满足不了 因为我是属于盗贴债 所以接下来我就问妻子了 那你为啥呢 没咋找过对象 我觉得他这个人 挺实在 挺单纯 就那种 这老实人呗 你能拿捏呗 对 能拿捏住 就是 这个男人放在家里 其实挺放心的 对吧 特别放心 他不给我死压力 对吧 他想管你也管不着 对不对 你又很自由 对 我这么听起来 我觉得您就属于跟那个 张先生应该能凑通一对的呀 对吧 张先生是在外头这个理发 女人在外头唱歌 然后号称挣了很多钱 但是到底挣了多少钱 老公也不知道 当时我挣多钱 他知道的 都是透明的 我从来不乱话 我很洁洁的 你现在最着急的是啥 我就希望他现在回来 一起生活 生孩子 我跟你说 女士 你这个老公 我还真不觉得 他是特别善良 他给你表现出来的软弱 是因为他觉得 你能给他带来 很好的生活 看似你说话 比较直接得罪人 但我觉得你的是 生活逻辑 情感逻辑 界限 边界非常清晰的 特别清晰 你这个男的 不能碰我头发 就是不能碰我 关系是谁 我关系 玩还是什么 他不是 他是个什么人 他是可以 我说难听一点 他是可以 降低自己的自尊 去讨好别人 换得利益的 他的底线是非常低的 他界线是非常模糊的 如果摸摸我老婆的头发 他能成为我长久的客户 能让我赚点钱 就摸呗 他的底层逻辑是这个 你受得了不 他生孩子也不是为自 他要这个孩子 是为了稳定你 为了完成父母 传宗接代的任务 为了把老啃好 男生我想说的是 你想做父亲 我觉得可以理解 人之常情 但请你拿出一个 做父亲的样子 你靠得住吗 你的债还得上吗 你的工作以后 是不是当你 有一点点积蓄 你说不行 这点稳定的工作 挣这么撒瓜俩枣的 我看不上 我得去赚大钱 你要还是这个心态 你也别要孩子了 这个啊 你别把眉头 拧得那么紧 你仔细地想 阎老师刚才说 你先生那些话 有一些问题 在你的身上也有 那个无所谓 只是阎老师帮你 做了一个逻辑梳理 是梳理在什么地方 你一定要深度了解 这个男人 因为这段话 基本颠覆了 他对生活的向往 因为他找这个男人 是因为 你看到了心生 你看到了暗 对吧 你看到了一个 特别单纯和干净的 一个圣殿 结果给阎老师 这么一说 完蛋了 坍塌了 这个不要对 也没有 其实阎老师分析的 我觉得也 倒是也有一点的道理 我想说一下 男生有他自己的魅力 他们两个人 有不同的魅力 但是直到他父亲 站出来发那个语音的时候 我被融化了 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 他的父亲 跟他儿子 他们两个的性格 是很相似的 是很接近的 你说如果这个男生 一直在隐藏 一直在演 一直在演善良 或者怎么样的 他的老父亲 那个善良 难道也是演的吗 他也甚至 有一点点小卑微的 在跟自己的儿媳妇讲 所以我觉得我也没有 我觉得他父亲也没有错 所以我相信这个男生是好的 那女生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你想当妈吗 想当 你想生儿子还是想生女儿 女儿 为啥是女儿 我觉得女儿挺贴心 第三个问题 想给这个男人生一个女儿吗 其实也打算 这次两三年给他生一个 发生了什么事之后又不想了 就是因为他创业两次失败 我就觉得有压力了 孩子的一组问题问完了 第二次问题又来了 你愿意跟一个窝窝囊男人过一辈子吗 也许他会改变吧 不不 他就是窝窝囊囊了 一辈子 因为不可能每一个男人都是一座靠山 你是否接受 给一个窝囊的男人过一辈子 我接受 因为我会壮大自己 我能保护他 我其实跟他结婚 他就在我的影响中 就是一个巨一 下一个不说他 如果一个窝囊的男人 他一边接受你的保护 一边在心里滋养一个复仇的种子 他的感觉是你把我踩在了脚下 你一直在羞辱我 损坏了我的很多的关系 害不害怕 我问一下先生 你是窝囊的男人吗 你觉得 不是 你用一句话来描述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丈夫 我是一个用心 体贴 心细的男人 好 如果你说你是一个用心的男人 为什么在你的朋友 对你的妻子轻慢的时候 你认为是无意识的 如果你认为你是真爱的 为什么在他难受的时候 你不是陪他在一个小桌上 跟那些小朋友们一起吃水果火锅 而是你站在另一条边界上面 看着他委屈 你在那儿跟人吃肉喝酒 扮演好儿子 有时候不能无理取闹 所以最愚蠢的男人就是你 这事太好处理了 我跟你说 我老婆就是这么一个人 又强势 去趟广东嘛 好东西都想给大家吃 他认为好咱不一定好 吃俩锅 鸳鸯锅 一锅咱涮肉 一锅在那儿吃着 不给老婆找个台阶 不就完了吗 你做了吗 这就是他为什么说你懦弱嘛 那下面要问嘛 你就是有一个战斗力极强 得谁跟谁干 甚至于无理取闹 你的原话 你接受吗 你接受这么一个女人作为你未来女儿或者儿子的妈妈 让你的孩子也变得战斗力极强 无理取闹 甚至变得软弱 无力 你接受吗 会改变的 接受吗 可是你根本没有做父亲的资格 现在 我这话可能说得比较难听了 对于你来讲 一个准备想要做父亲的人 完全忽略掉你刚才妻子说的 现在我们没有钱 我得去打工赚三年的钱 然后我可能才想 有钱了我可以回来生孩子了 你完全没有想过 你宁愿在家里住了叔叔夫的房子 有父母给你做着饭 然后你再有父母给你打扫卫生 你不愿意吃苦 他虽然特别安逸那种的 他安逸谁惯的呢 还不是你惯的 所以你们两个人到现在为止 最重要的你们都没有真正为了安一个家 去共同做一个家的努力 你还在那希望我们劝他 赶紧回来吧 给我把孩子生了吧 我倒觉得如果你想生孩子 你不如赶紧到他那儿去吧 你们想办法如何生外卖 多赚点钱吧 是这样啊 就是没钱也是能生娃的 我们不需要 一定要把这个事给他搞的 就是必须得还了债了 然后独立自主了 住在一起了才能生娃 不是这样的 但是当一个男的不像个男的 当一个女的不像个女的 这个事他就进行不下去 然后做老婆的也是 你把你老公训得是一点雄心也没了 当你在广州那边想他了 恐怕你也都会把他当儿子一样的数落 你就不能撒个娇老公你过来 我想你 那夫妻俩还得把这事拿到台面上来商量 所以你说的时候 你看张先生就特别得意 两个孩子 对 因为他们俩之间有爱情 所以同样是数落 同样是抱怨 这个能看到火花 对 那一队已经很薄了 其实你们危险在这儿 同样是数落和抱怨 陈殿下来好好想一想 好吧 来 回去坐吧 我们听听小朋友的故事好不好 谢谢你们 来 两对夫妻了 是吧 来 谢谢大家